多大年纪 今年29岁 这手怎么回事 我这个手在那个 这是现在来讲是在94年 94年的时候 因为家里是农村的 我家里是兵县新调镇 在镇子里面 当时就是有这个 绿色的那种变压器 当时是坐落在我们新调镇 小油厂里面 距离地面20公分的一个台子上面 因为周边没有护栏 就是小时候逃嘛 走进去了 走进去在母亲 就是上厕所这个一个空间 就出事了 双手就直接摸到了变压器上 直接呢 就是根据现在的 就当时的目击证人 说呢 就是当时我俩手摸上去的时候 被弹回来十多米远的地方 而且身边周围的草啊什么的 都找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春天嘛 特别干 而且在当时在我们新调镇 包括我们下一个乡镇是宾安镇呢 这个整个这个殿都停电了 都停电了 都没有了 就整个廊都停电了 就因为我出事这个原因 都电焦了吧 对对对 当时就已经把这个小臂 这已经就是打熟了 就是没有 能活着就不错了 因为在那个电打完之后 直接就是急救嘛 到哈尔滨海大 去了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是戒指 如果不戒指 他会一点点往上溃烂 最后就是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想法 也是为了保命 然后就是把它戒掉 那你这个是从小就开始使用脚了 从小的时候 因为手都是不好使 因为吃饭啥呢 就是绑着一个胳膊上绑个勺 然后就是自己都崴不上来 自己吃不了 然后就是用脚也不会 最就是用脚的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上学的时候 到六岁的时候就不上学嘛 完了我妈就是带着我在街里的 这几家幼儿园 因为都不肯收 因为当时一个月的原费也是很便宜的 带我就是来到了一个姓鲁的这位老师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位老师 是他拿着我的脚 拿着笔 就是一天一点一天一点 这样教着我 我用脚学会了写字 你的最高学历是 我是初中毕业 念叨了初中 后来毕业之后干什么 经过就是同学的介绍 上哈尔滨 就是在冬天晚上 冬天的时候再拉一份 卖过冰激凌 跑楼道 就是小蜜蜂 每家每户 给他们发这个广告 因为当时就是 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也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啥不容易 就是走到每家每户单元门的时候 它有的单元门是 这样形状上的 我搁这个胳膊呢 就能给它勾开 还有的单元门呢 它是用手指 手指的抠里那种 跟门是一平的 这个我就没办法 用这个胳膊把它拽开 但是在那时候呢 因为干大半天 就可以挣到35块钱的这个报酬 我就把鞋脱了 用脚把这个门直接给它勾开 这个有的时候 有一些别人轻而易举 就能做到的事 你却做不了 对 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做不了的 这是自己的一个命 既然说身体这样呢 那么我就是说 如果说想活下去 我就按照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去生活 去接受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的磨难 只能说我去克服他们 他们是不能克服我 刚才上来说你是个父亲 嗯 结婚了 结婚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为什么一开始介绍就说自己是父亲 因为我这辈子 我最大的骄傲 也是我最高兴的 就是死生无怨的 我就是有一个好老婆 然后有了一个好女儿 她的身体也是非常健康 来我们看看好老婆 来看看好老婆 来 掌声有请 来介绍一下自己八弟妹 大家好 我叫王小旭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滨县新带阵的 你这个身体情况是怎样 我这个身体情况是我六个月 大的时候发高烧 烧得脊髓灰质炎 然后我这个胳膊 这个胳膊只能这么抬着 手不好使 然后这个手好使 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能干什么事 就拿这个胳膊去拄着这个手 然后去干 那你怎么敲字呢 就单手 一个手敲 她说你是好老婆 其实你像我这个媳妇吧 就是从哪儿我俩结婚以后呢 跟我就是吃了很多的苦 因为始终 就是当时结婚的时候呢 我俩是结在了新带阵 后来呢 孩子大一点的时候 我俩就是为了独立生活 我俩就是搬到了 现在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冰县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这个你说是吧 我们两个是在那个 一个社交平台上认识的 他说那个 有人说 那个他当时网名叫残阳 说那个残阳啊 叫什么 残阳 残阳啊 残阳太过要颜 一个侠客的那个名字 残阳 残阳 飞雪 然后他说 那个残阳是冰县的 那个丫头也叫冰县的吧 你的网名叫什么 丫头 残阳 丫头 然后他说丫头也是冰县的 他说哪呢 哪呢 这一听是美女 他就哪呢 哪呢 然后那个给我 就加了我 他说 往我说我在这呢 然后他说 就加了我的QQ聊天 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李美佳 把他电话号给我的 然后我就很奇怪的 这个名字怎么是个女的呀 李美佳 用东西话来说是爷们吗 很质疑 我也质疑了 你也质疑了 美佳 太像女生的名字了 是啊 然后那个 我就把我的电话也给他了 当时也没想那么太多 因为都是残疑人 然后都是冰县的 就给他了 给他了他就总给我打电话 然后总给我发视频 那个时候QQ空间不有牧场吗 老定让我给他去收拾菜呀什么的 总找话题跟我聊天 还玩时约我 虽然是残疑人群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哪个部分 对 有残缺 对 他也不知道你 后来怎么就好上了呢 他老约我出去 他老约我出去 瞧你那不愿意的样 你当时肯定特意愿意吧 可不乐意了 你还女人都这德性 心里老高兴 男后可不愿意了 可不愿意了 然后那个 当时他就是嘻嘻哈哈的 然后总是那个不落正题 然后我就不喜欢他这种性格 他就总黏着我又要上我家 这种性格挺好的 还带着我去见他吗 他妈妈喜欢你吗 特别喜欢 这会儿自己夸自己 也不害臊了 但是真的给我一种感觉 特别喜欢呢 真特别喜欢吗 残阳 我妈其实我跟你 我俩就是从打出对象 到结婚 我妈得占百分之七十吧 那就是你母亲很同意了 因为当时就是 我俩有了联系方式嘛 我妈就是把她的联系方式 她要过去了 我在哈尔滨就是那会儿发广告 卖冰淇淋那会儿 那时候我是晚上卖冰淇淋 白天就出去发广告 我就没在家 我妈就是对妈给她打电话 今天妈妈也来了 你女儿也来了 对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城 哈尔滨县礼市 我的名字叫蝶海椒 我今年八岁 真啰啰大方 长得像蝶 太像 干嘛 你还摸着小心脏干什么 说你像蝶还亏着你了 紧张了 像不像蝶 那话筒还给她 那话筒 像不像蝶 我觉得有点上台有点紧张 他说啥 他说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我问你是不是像你蝶 我像 像你蝶好不好 好 那不像妈好不好 好 我说不像妈好不好 不好 来来来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这孩子的姥姥 我是冰线的 您头发好红啊 您是染发了吧 染发 您是为了我们而染的吗 也是 话筒凑近一点 也是 也是啊 哎呀 这个头发 今天上节目嘛 特意搅着发 还黎黎发的 你咋不染个黑的 你染个红的呢 因为我有白发 问问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叫蝶海椒 你知道我在说你啊 你觉得你爸爸的名字 有问题吗 叫李美佳 像个女孩的名字 我当初还问她 这是谁给你起的 像个女生 我心想这是谁起的呀 我 大叫声 我平常总问爸爸 说你 我说你这名是谁给起的 要不咱俩换一下吧 你喜欢这个名字是吗 对不是 你想有个弟弟不 挺想的 不过我觉得 妈妈生下我也不容易 所以不想让她再受苦 就 就 就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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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毕竟 妈妈毕竟也是残疾人 生下一个孩子也不容易 所以 所以不能让她再生了 这是谁教你说的话呀 这些话 没有啊 你自己自学的 我没学呀 我又没上看我班 哎呀 情商好高啊 所以这个 你觉得将来 你想怎么回报 爸爸妈妈呢 我 我将来我想 我想考上 很大很大的大学 给爸爸妈妈 是很多很多的钱 让妈妈有一双好腿 好手 让爸爸有一双好手 让他们两个 幸福快乐生活 这眼泪要掉下来了 这 我问妈妈 这谁教的呀 这是 没有人教她 她从小 就是 那她都看到什么了呢 怎么这么懂事呢 因为她从小 就是感觉 妈妈和爸爸不一样 然后我说 我就会和她说 妈妈和爸爸 虽然说 不是正常人 但是给你的爱 不会照别人少 这个今天是谁的心愿啊 是我爸爸的 你知道她的心愿 是什么吗 我好像不知道 那你去问一下她 然后你帮她说出来 好不好 她好像不会告诉我 有 还有瞒着女儿的事吗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今天的幸福心愿呢 她是想带着全家 一起去旅游 好 谢谢 来 请回 想去哪儿啊 我想去欧洲旅行 稍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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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一说这话 有人要吐血了啊 我问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欧洲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想去那个地方 那你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很想去呢 因为我很好奇 如果说我们这里 可以帮助你去欧洲 但是只能去三个人 那去哪三个人呢 都不去了 滚难不浪费了嘛 必须去 我不骗你 我真的 我是真心说的 为什么都不去了呢 因为 因为他们都是照顾我的人 我突然特别有感触啊 看到你们的孩子 然后推导出 我能想象出 你们夫妻两人平时是怎么相处的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呢 给你封一个两千元的红包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帮助你 实现你的小小的梦想 这样的话呢 你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 我不希望你只记住我一个人 那只需要记住你一个 谢谢 谢谢大家 这姑娘真的是挺会给我台阶下的 这小姑娘一直在一个 满满的爱的环境里成长 我觉得父母能给孩子的 最好的表率 就是父母之间要相爱 然后家庭要和睦 在这孩子身上 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既然这个父亲呢 这个叫美嘉 美嘉有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愿望 想带领全家去旅游 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的 也愿意给你助力 给你两千元的红包 希望你呢 能实现这个 带领全家旅游的梦想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这个小姑娘太可爱了 因为够女儿是童年嘛 也是八岁 然后确实 我是对这种小姑娘 是毫无抵抗力的 这个我们公司正好是旗下 有一个儿童的一个 夫妇品的这么一个品牌 叫斯托科 然后今天我也代表我们公司 给你送两套 三千元的这个 儿童喜副用品给你 我有一个女儿 给你差不多大 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儿 才一岁半 那么刚刚几位都说 给你两块钱 两千块钱的 两块钱 你想给两块钱是吧 对 我想两块钱再加一点 那么就是说 我也邀请你们 帮你们出机票 邀请你们去 三美水美的桂林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好吗 给满足你们 谢谢阿姨 满足你们一家人的 旅游心愿好吗 谢谢阿姨 她一赞 真的就是那么 一动不动 就特别乖 特别懂事 所以说 这个孩子这个 特别乖懂事 也是在父母上 父母给他一个 很好的榜样 所以说我代表 我们中世环硕呢 给孩子包一个 两千元的红包 谢谢叔叔 谢谢啊 谢谢叔叔 所以说一个孩子背后的成长 家庭的氛围是多么的重要 祝你们全家幸福旅游快乐 所以说两千元的肉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